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人體非常的奧妙 也跟你想的並不一樣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告訴你 這些部位 比你想像中的還要脆弱 今晚的三位藝人 也要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今天要討論就是 你知道你身體有哪些脆弱的部位 錯誤的姿勢 可能造成哪些傷害呢 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稍微不注意 那個傷害之後 要健康回來是很難的 對 我們來看看 到底有哪些要提醒大家 第一 頸部 我們講完頸部 頸部好脆弱 這些動作當心讓你喪命 比如說頸部留穩恆 在2011年的時候 紐西蘭有一個女孩子 四幾歲 她就跟她的可能另一半 在激情的接吻之後 女孩子就突然中風 她就手腳無力 所以的確是有這樣的案例 那為什麼 吻在脖子的地方 我們會特別強調是 吻在頸部呢 因為我們如果你有跟 另一半很激情的接吻後 你會發現那個不是口紅印 它會是一個紅紅的一片 它會造成我們的 脊部的血管 其實有一點輕微的破裂 可是因為在我們的頸部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上面 它有一些動脈會往上 跑到我們的腦裡頭 那我們在那邊 很強力的去吸引 尤其你越愛 你就很有可能會造成 你的這個主要的動脈 會有欣微的血栓 那這個血栓 在你這個接下來 翻雲覆雨的過程中 它可能就往上跑 就會造成重風 所以妳剛剛講 有一個例子有發生過 是真的有千真萬確的例子 解剖之後才發現的嗎 沒有 它就是中風 可是就是我們還是會覺得 跟這個可能有關聯性 對 所以其實 就是選對位子啊 不要選脖子 因為我們這邊有肌肉保護 但是到了比較上面這一塊的時候 有一塊的動脈 是比較容易暴露出來 對 所以那個地方 如果你接吻到這個位子的時候 這個三角形的位子的時候 你就很有可能會 就是後面可能就手腳不能動 發生這個危險 對 所以選位置 我國中的時候很常被宣誓主權 被種草莓 國中 對 在國外比較開放 在國外也比較開放 而且都一定種這區 對 一定種這區 因為這區就很明顯 大家都看得到 然後那時候 就帶三四顆草莓去學校這樣 然後後來 同學就有跟我講一個偏方 就說 欸 如何把這個 把這個一穩橫把它弄消失掉 他就說你可以拿你姐姐 或拿你媽媽的口紅袋 口紅蓋就把它蓋上去之後 扭轉 就把它拔起來 會爆一聲這樣 然後就反覆一直這樣做 欸 真的 會消掉 會不會有變斷 有變淡很多 是 就有點像拔罐這樣一直這樣 那感覺好危險喔 對啊 我覺得血上比較爽 真的 所以我們不是危言聳聽 是真的有這個案例在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不過還有那個手機呢 低頭呢 其實我們要知道 我們身體的脊椎的人體工學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它是不好的 我們正常的這個頭的頸部 它是一個倒C型 我們的頸椎 它是一個倒C型 那我們想說 我們在頭低下來玩手機的時候 它會從倒C變成正C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脊椎 它的這個骨頭的這個架構 就變成不是我們正常的結構 這時候它就會壓迫到我們的血管 壓迫到我們的神經 你壓到小神經 它可能就是單手麻痛 你推拉一下就好 如果比較嚴重 你可能真的會造成永久的傷害 我來講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 我記得之前有一個 算是中年的男子 他上班族 他來的時候就是面帶愁容 他就說他已經好一陣子 他就是常常會容易頭暈 而且他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非常困擾他 天天都會這樣 那我那時候就會觀察 我們都會有點像看面相 我們就有點像那個算命老師 我們就看著這個人 第一個我就直覺 這個人是上班族 他穿的那個衣服的那個衣服 非常的整齊 他那個袖口 那個領口啊就這麼高 是整個就是 這邊是整個燙過 很緊繃的 所以我就問他 你頭暈的狀況 在什麼時候容易產生 他說他不知道 有時候就這樣就暈了 這個是關鍵 這樣就暈了 其實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很出名的一個疾病 它叫做頸動脈暈眩 我們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動脈的中間 有個頸動脈痘 這個頸動脈痘會隨著你年紀大 它會比較敏感 它其實對我們身體是好的 當我們血壓高 我們緊張的時候 如果你暗暗那你血壓會下降 可是呢當你如果年長 或者是你這個頸動脈痘 特別敏感的人 你有可能穿著高領的衣服 它就等於一直在刺激這個位置 所以他們有個典型的症狀是 當你拍他右肩 他一右轉突然就暈了 他就會出現這個症狀 所以後來呢 可是按摩的 常常按這裡很重 對啊 所以其實 其實這邊是很不好 不能按摩的 我們都不建議你按波折這裡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血栓 或者是有一些有斑塊 你按一按 尤其兩側一起按 第一個你會把血液堵住 你可能血流上不去 第二個如果你有斑塊 就是因為按住 然後放著沖上去很舒服 對 對 像你白白的 觸電的感覺 會把你的血栓衝上去 衝上去 對 所以我們在急診急救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急救那種心跳快的病人 我們會做頸動脈按摩 我們只做年輕人 絕對不做老人 可是按摩師傅有講 他說這裡可以按 但前面這條不能按 他一直在講 差不多就是那個位置 所以這裡會暈 這裡會暈啊 對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會 但是的確有人 你按下去就會有暈眩 所以像我那個病人 因為其實他也算是一個猜測 我們當時的確就幫他做頸動脈按摩 他真的血壓跟心跳全部都下來 所以後來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這個領子不要穿 然後我們過了一個月回診 他跟我說其實真的頻率就減少了 之前也有聽過一個人 他就是早上突然就是覺得胸悶頭暈 然後就去掛急診 然後跟醫師講說 我真的 沒有辦法呼吸的地步 而且背後一直有涼風吹過來 然後醫生發現 原來他是 衣服穿反 就前面太高 然後後面有風 就是真的 前面這樣穿著嗎 衣服穿反 他衣服穿反 然後造成他胸悶 然後後面一直背一直涼 涼涼的 我們頸部真的要好好保護 我老公是爾比爾格 他曾經來說的話 遇到有一個客人 他就來問說 他的頭會暈 然後他們大部分人想說 可能耳朵的地方會有問題 所以有時候會做一個測試 就是會搬動他的頸 可是因為幸好這個患者的部分來說 雖然他是一個中年男性 而且長得很壯喔 他剛剛說 其實我這個發生的部分 是在我那一天去搬冰箱的時候的話 結果我後來就開始覺得 我的頭暈越來越嚴重 好險的時候的話是 他一聽到這個歷史 就沒有幫他搬動他的頸的部分 去測量他的耳朵 他立刻說 我們去做電腦斷層 結果來說的話 然後所以他的小腦的地方已經中風 因為中風在小腦 所以沒有四肢麻痹 可是就以單純冰雪的部分來 他自己玻璃都沒有在哪裡變動嗎 他沒有他就是覺得很暈 然後覺得來說的話很不舒服 如果沒有發現 他會產生什麼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玻璃了 如果來說的話 那個時候如果先生 去幫他做一個測試 就是牛動他的脖子 那個玻璃就會更厲害 所以來說的話 那就可能產生 立刻的部分 有一些後遺症 那這個 種草莓應該還好嗎 種草莓的 就要看他吸力如何 為什麼呢 吸力真的很厲害 我老公耳朵柯 真的好多趣事可以告訴我 好有女生 你還有問題 超大 我老公 好有女生 我們耳朵柯的時候 在半夜的時候的話 有時候會接到特殊案例 而且還不少 男的女的都有 不是在脖子 在耳朵 耳朵 在耳朵的部分的話 他就會看到一個女生 耳朵怎麼能留下顏色 沒辦法 對啊沒辦法 哭哭啼啼的部分 然後一直摸著耳朵 然後覺得來說的話 非常非常的疼痛 然後旁邊有一個在 年輕的男性的部分 他說好那發生什麼事了 他說 因為吸得太用力的部分來說 耳朵覺得很痛 結果一看 耳朵破 蛤 吸到了耳朵 他是舌頭鑽進去這樣 沒有他就 我在吸燒酒的 他也在想說 這個激情也太激情了吧 有點像一個姥姥 把舌頭穿進去 沒有 他就這樣一直吸一直吸 突然就把它吸破 而且他告訴我 不是只有女生 被吸破的 他也遇過 男生的耳膜被吸破的 被女生吸破的 這麼亂吸 然後性好的部分 如果你只是半 一點點的缺損 可能只是造成 聽力不良 可是如果來說 真的很厲害的話 可能就真的會影響到 聽力的抵達 怎麼吸破啊 對啊好難喔 性溫夫妻啊 就是在清熱的時候 然後結果發生 新娘就突然休克的案例 因為我們的頸動脈 他就在 其實他就在我們這個 頸腫動脈出來 到內頸動脈交界這個地方 這地方剛才是 佈滿了迷走神經 沒錯 那所以說如果說 按摩這個地方的時候 像剛剛田醫師講的 我們在心臟科病人 有一些心率不整的病人 心跳很快跳 一百八兩百的 那當然那年輕人 他可以按這個地方 可以讓他心跳 降下來 對 讓他有機會讓他降下來 假設你手邊沒有任何工具的時候 是是 那那對夫妻可能在 就是他可能是持續的吸 就是說可能也許就太 然後再加上新聞職業 可能又很緊張 新婚嘛對不對 對 那變成說 那可能現在心跳血壓降太低 那結果就到成 新娘休克 這個主要有一個叫 交感神經 一個叫副交感神經 這兩個名字 大家比較聽過 交感神經是讓身體 要往前衝 很像我們的油門 它要讓血壓上升一點 一興奮的時候 心跳會快 血管的反應 那可是身體衝太快不行 所以身體有一個煞車系統 叫做副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 有非常多種 其中最常見 控制這邊叫米走神經 那我們把它想成 副交感神經就好 副交感神經 其實在我們的 頸動脈這個地方 有個叫頸動脈痘 這個地方 就是你壓的地方 你摸那個PASS 就是有那個動脈 摸一摸 其實這裡有一個小的凸起 但是以各位 像我的脖子 跟瓜哥的脖子 我們是摸不出來 因為太粗 摸得到 不是那個是 什麼分泌口水那個嗎 不太 那個是PASS 大概在這個地方 你摸到脈搏的地方 其實輕輕壓 這個就是 副交感神經在的地方 副交感神經就是 負責踩煞車 所以當你一壓的時候 你血壓心跳會往下降 比如說這種人血壓 稍微高的時候 我們扣這個是可以 可是大家看過武俠片 或者疊爆片 有時候輕輕一扣 扣 它就暈倒了 有人這樣抓住 抓住覺得你已經 對 不過這個其實更嚴重 它是扣破氣管 那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只是讓血壓下降 這麼複雜 可是我會比較建議 其實這針對老人家 比較有用 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年輕人 他恢復很快 血壓短暫下降 老人家血壓降一點 可能腦就 血就打不上去 就比較容易暈眩到 那的確很多姿勢是會壓迫到的 那最常見的姿勢 剛剛欣梅講的 那是最常見的 大家想要壓一邊的時候 只是這邊 兩邊壓不太到 你壓這邊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我最近就有一個case 比較好玩 他就是孕婦 孕婦血壓本來就容易低 然後他就說 陳醫師我最近比較容易 在床上就會暈 我說 然後我說 你是不是側這樣一壓 他說對 結果他老公在旁邊很生氣 就叫你不要看手機 因為你躺著 又壓著 他說就會暈 對 那你不滑手機 頭抬症會不會好 會啊 會好 那你以後不要滑手機就好 不要再滑手了 我一個病人 他是三高 高血壓高血脂 高血糖 糖尿病 然後本身又抽菸 那他喜歡打牌 我也打牌 打牌打牌 那時候會打牌很久 然後呢 他某一天就被送來急診室 其實是檢視醫師先處理 那牌友說 他打到一半突然 自摸一張牌 突然 心奮突然就倒下來了 然後可能懷疑是 高度懷疑是腦中風 那當然急診室醫師趕快找 其實這些病人大部分 在腦神經科醫師身上 那他們就趕快打 這個血栓溶解劑 那當然他年紀還算輕 那也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緊急處理了 然後後來恢復 那為什麼後來 這病人會到我們心臟科醫師手上呢 因為他們就是 這些病人神經科醫師都會 會診診我們心臟科醫師 那我們主要就是看看 有沒有血栓呢 這方面 我們就幫他檢查出來說 這個頸東脈狹窄的情形 那後來 就是他本身 因為他年紀比較 60幾歲 大概頸東脈已經有點狹窄 而且有一些斑塊 不穩定性的斑塊 那當 一緊張 或是血栓興奮的時候 血栓告的時候 這斑塊可能造成血栓 可能就衝到腦部去了 那 這時候就造成所謂的腦中風 那 後來病人比較穩定之後呢 我們就幫他安排了這個 就是用心導管的方式 幫他做了這個頸東脈的支架自放 那後來就病人 當然 恢復還不錯啦 不過還持續還是在做復健這樣子 那我有遇過蠻多 像是洗頭的啦 整體啊 都會遇到問題 那有一個大姐 大概50多歲 然後她就是覺得 固定都會去做精油按摩 要趴在那個有洞的床上面的那種 對 然後那個按摩師幫他按一按 就說有沒有需要加強 他就想可能最近 肩緊 對 肩緊後腦有點緊 那幫我加強一下好了 那個按摩師也蠻敬業的 就真的幫他加強很多 結果他按完以後 當下有舒服 可是起來的時候 就一陣暈 結果就發現他的 然後口水就開始流出來 然後想要發生 就發不出來 就一緊張昏倒 然後趕快就是送急診 結果後來去檢查發現 是他後腦的那個 脊椎的動脈 因為蕾太大力 就那個玻璃了 所以造成堵塞之後 就缺血性的中風 對 我也是去按摩 但是他也沒有給我 就是壓或是任何事情 他 我其實躺在那邊 都已經快睡著了 然後他在幫我按頭部的時候 我本來頭 他是把我偏轉左邊嘛 那他左邊這邊按完了以後 他要按右邊對不對 他就快速的把我的頭 從左邊咻 轉到右邊喔 他也沒壓什麼都沒做 他只是這樣轉過來 我本來快睡著了嘛 突然我整個暈醒 而且 我從來沒有這樣過嘛 我就嚇到 我就說你停 你不要再按我了 然後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嘛 我就這樣暈暈暈 然後我就去掛急診 結果我打了五個小時的點滴喔 結果後來我就很擔心啊 然後我就看了幾個醫生 醫生直接說 你這個如果不趕快看 會中風什麼的 我就更緊張 中風 對 然後後來又 也有過就是隧道一半 也是被暈眩 就兩次大暈眩這樣子 後來我就去照那個 腦部超音波是不是 他就從脖子開始慢慢照 然後去量你那個 還會聽到你血流的聲音 去聽 然後他就去測量說 你血流進這個血管的量 還有速度 然後是不是正常的 後來我還好是量出來 就都算正常 然後腦裡頭也沒有什麼 所謂的痠塞 或是任何事情 你那可能就一個姿勢不對 或太快了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脖子真的 不要讓人家亂動 也就是他這樣這樣子轉一下 我真的前去兩年晚上睡覺 都沒辦法睡好 是因為我一躺下去 我都要先 好像暈船半個小時 暈完了以後我才能入睡 這麼嚴重 那個應該是中耳的問題 因為中耳我們有半規管 其實我們中耳 我們人有GPS系統 就像我們手機一轉 你為什麼會轉 其實它裡面內部 要知道你的方向 平衡 這個半規管它有各 90度知道你的位置 你應該一搬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叫耳屎 掉 掉以後導致你裡面混淆了 所以你才會大暈眩 像前幾天有一個先生 他就是酒病驗室 就自己割警 沒有一個急診醫生敢動 我們直接把他送到開刀房去 為什麼呢 我講三個故事給你聽 這三個例子給你聽 有個小朋友他們就是家族聚會 結果他們玩得太瘋了 然後有一個那個玻璃櫃 整個一堆小朋友就把它撞破 就那個爆破聲太大 結果其中一個小朋友 就貪軟在地上 然後因為那個爆破聲太大 家屬第一個想的被嚇到了 對 就帶他去搜尋 結果怎麼搜都沒有用 然後還去廟拜什麼的 就拖了幾天 你說那個玻璃爆破的聲音 對 砰 還大聲嗎 對 因為它是整個是一個玻璃櫃 而且是很厚的那種玻璃櫃 對 然後後來家屬就帶到醫院去 然後經過了詳細的檢查 就發現好像是神經有問題 就幫他切了一個頸部的那個MRI 就發現有一個玻璃直接刺穿 他的那個頸部的那個神經 對 所以第一個 頸部裡面有很重要的神經 你哪裡傷 就從那個以下就是全灘 對 所以這小朋友 因為他已經拖了黃金時間 所以他就一輩子就是半生不遂了 就就灘在床上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例子呢 也是小朋友 就是有時候爸爸就是開車覺得好玩 沒關係 就讓小朋友玩天窗 結果這個小朋友他的頭 還沒有靜下來 還沒有完全下來 爸爸就關起來了 結果後來再把它打開 回去還沒有怎麼樣 結果後來小朋友開始覺得 脖子好脹 臉上出現斑點 然後他一開始喘不過氣來 就送到醫院 為什麼 這個整個軟組織腫脹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什麼 氣管 氣管被壓迫 所以他沒有辦法好好呼吸 對 所以我們就在急診 就是在醫院觀察 在交互病房觀察 萬一真的整個壓迫到的話 我們只好插管 從哪裡插 從脖子切 因為像這樣的小朋友的話 這樣的話 嘴巴是進不去了 因為他已經被堵住了 沒有做氣切 對 所以脖子真的是很可怕 第三個 這個是醫生自己沒有注意 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case 就是一個法國的醫師 他講電話 他把手機夾在肩膀跟頭之間 一個小時之後 很多人這樣 就這樣子而已 對 一個小時 所以真的要注意 這幾個會造成要命的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部 這些動作當心讓你上命 蹲著上廁所 彎腰騎機車 彎腰騎機車 要不然站起來騎嗎 好危險喔 好刺激 好刺激 這兩個都是姿勢的問題 大家一想就知道了 部展科最常遇到 這種腰背 最後腰背 會去看復健科 彥均他們 可是腰背 承接的力量最後會到哪裡 到骨盆牆 那為了展現本質 有質感的節目 所以我特別借了我太太的子宮 不是 請我太太借了一個子宮 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子宮的一個模型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站是這樣站 這是子宮 前面就是膀胱 站的時候是這樣 對 平常我們解釋模型是這樣子 因為一般病人是躺著 可是姿勢一般是這樣子站著 可以看到前面這個就是膀胱 這個是子宮 當然這個是生直到陰道 地方後面是腸子 其實只要生育過後 有人說自然生才會比較鬆弛 不一定 只要生育過這個事實 第二個 只要有年齡夠大 隨著年齡越增 你腹部壓力壓久了 第三個 荷爾蒙慢慢減少了 這些鬆弛度都會增加 於是就會往下垂 那大家知道 像如廁 你坐著上廁所 跟蹲著上廁所 哪一個力道會比較大呢 蹲的 就是大概是蹲的 尤其蹲的 萬一又便祕的時候 其實壓力就會很大 真的 對 所以你這樣一用力的時候 大家看到幾個東西 同樣在壓有什麼問題呢 大家看到這是膀胱 膀胱前面叫尿道口 是 生過小孩以後 尿道口下緣那邊會比較鬆 就好像天花板比較垮一點點 對 尿道口很像瓶子的瓶蓋 有時候瓶蓋鎖得很緊 你上面怎麼壓也露不出來 是 瓶蓋鬆一點點 會滴 會滴 有時候就會 滴一點點 那綜合剛剛講的那個題目 其實我之前有幾個病人才好玩 他騎摩托車 然後生完小孩沒多久了 然後騎摩托車 蹲到兩下 他特別來看 不是因為什麼腰痠背痛 他就起摩托症到的時候 漏了幾滴尿 他覺得很害怕 特別來找我們看 所以現在光生完之後 光這個骨盆腔鬆弛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大的問題 我最常遇到的是很多懷孕的媽媽 懷孕的媽媽 蓋的循環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常 突然一個動作 他就抽筋了 所以你很少在蹲的人 就懷孕的人 他一蹲 有時候大腿就會抽筋 所以光骨頭韌帶 其實就像運動員 很少暖身的時候 他就容易拉傷 那大家了解 骨盆底 是一個最常見的 這個地板的部分 不是只有肌肉 還有韌帶 韌帶經歷過懷孕 他很容易放鬆 騎車如果傷腰的話 因為真的要 你要彎著騎的車 現在已經不多了 不多喔 對 大家都是自己 自己姿勢不正確 如果觀察路上的騎士的話 他們很多都是駝背騎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腰椎前面 就會造成壓迫 很多人就是其實 他是騎車的關係 造成的腰痛 那還有一種是 停紅綠燈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機車跟那個 駕駛的身高 可能未必很相合 有些人都是墊腳 或是側一邊 然後他就是單腳支撐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會影響到骨盆 女生比較多 對 女生也蠻多 對 然後有一些人 可能會找一些 比較高的邊邊可以去跨 或者是直接把那個 停車的架下來停 對 這些會比較不傷 可是只有你單腳在支撐 然後一直在晃的話 我們可能等個100秒 然後這樣子常常騎的話 就會受到傷 而且一個路口就這樣 騎沒多久 要等個90秒 騎一個路口還等個60秒 對 比較麻煩 而且還要一直鑽 對啊 有些人也是騎著騎著 就覺得奇怪 我今天也沒在幹嘛 為什麼那麼累 腰痠被通 對 其實就是因為騎車的關係 我們其實我之前就有一個 富人是這樣 她就是蹲著上廁所 她正在用力要大號的時候 她突然又打一個噴嚏 那一打完噴嚏 她就說 她自己這樣去說 她說她的感覺 是從腳底板麻上來 一整個腳這樣往上 一陣涼液上來 那時候我們做了一些檢查 她其實高度懷疑是那個 椎間盤突出 後來就轉去骨科 骨科後來 因為我有在追蹤這個病人 她後來她的確真的是 椎間盤突出 而且是需要開刀的案例 那我要講這個是怎麼樣 其實不要說你就很擔心說 我就不敢蹲 而是說在蹲的時候 有一些特別的動作 它其實加乘作用 會讓你的這個脊椎造成更大的傷害 蹲是一個 因為你的椎間盤已經在往前擠 就是會把你的這個 脊椎跟脊椎中間有一個couchon 它會把couchon往後推 那這時候如果我們在用力出力的時候 你的這個悶的力量 會讓它更往後推 如果這時候你同時又咳嗽 它的那個力道一往後推 你的這個軟墊一往後擠 它壓到的就會壓到神經 那通常壓到是最中間那個神經 所以你壓的位子越高 它就可能下面的地方 全部都會不能動 所以就會隨你壓的位子而定 像我們上次有遇到一個病人 就是比較做粗工 然後就是像是挑磚啊 搬水泥 運一些砂石這種的 就是他平常是說 因為姿勢嘛 就是用右肩 它是右撇子 然後平常都是搬在右肩上 剛開始就是覺得 頸椎痠痛啊 肩頸無視 就來看醫生 然後原本是說會不會過度的工作啊 勞累 或是姿勢不良 然後就是有照X光 發現說可能是 疑似有脊椎側彎 然後就有做一些復健 可是發現就是過了一個月都沒改善 還是變成說 下肢開始有麻了 行動開始不變 就有一些警訊出來 又再回診 再做了電腦斷層啊 一些掃描之後 發現也是脊椎側彎 然後就做了手術 他就開始會 然後開始工作做那個 然後休息了半年一年之後 才可以又再恢復工作 我不曉得醫生有沒有碰過這種例子 像看什麼 像類似地理頻道 什麼Discovered這種頻道 他有介紹那種意外死亡的前十種 我就看得很離譜的 就是那個 像不是那種 什麼芬蘭有大力士比賽的嗎 對 對 突然間的 他就介紹有一個力士 是為了要破紀錄 不知道他抬什麼 結果他動畫是做 當他抬完了 他是破紀錄 可是接下來他這個血啊 這樣死亡的 有沒有可能會碰到這種 班超重的 當然有可能 腸子整個都跑下來 我回饋一下瓜哥的這個意見 其實超出身體的壓力的時候 一定會出事 可是身體是一個很複雜的機構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光便秘這件事 其實便秘的時候你肚子會用力 脊椎腹腔都會用力 便秘的時候你會憋氣 憋氣血管會受到壓力 於是你的血會回來的少 上面會塞在上面 所以臉紅脖子粗是有道理 那短期的臉紅脖子粗 萬一你這個血只要停住 就容易產生血栓血塊 血栓血塊 其實我先講一個觀念 血栓血塊 每個人身體隨時 24小時都在產生 只是一點點的時候 身體會把它代謝掉 可是大量的血栓血塊 突然產生的時候 它一到別的 比較窄的地方 就全部塞住 所以你聽過那種 突然的憋氣 之後中風 而且不是當下中風 隔一會突然就哪裡塞住 可是如果密集的時間內 你不當的去使用 使用你的不常運動道的關節 我覺得很容易受傷 因為像我之前 主持一個外景節目 三個月內 那個節目剛好五週年 那所以我要去 登台灣的五大山脈 我從來沒有爬過山 那每次爬山 就是要重裝 二三十公斤這樣背在身上 可是沒有時間訓練 對 就只能硬硬的頭皮就上了這樣 所以之前就爬到雪山 宮頂 雪山 玉山 順突然山 然後跟阿里山 山脈的最頂峰 直到我爬 要爬最後一座太平山的時候 最簡單的太平山 還有階梯的那一種 爬到一半 我就不行了 我左邊的膝蓋 在爬樓梯的時候 我都會感覺到 已經感覺到 卡卡卡卡的感覺 每彎一次 彎一次就會感覺到 卡卡的感覺 然後後來我跟製作人講 不行了 我覺得這一座 我必須要放棄 而且我真的不能再爬 然後後來就忍痛下來 然後去醫院 看了醫生之後 醫生說是我 因為短時間內 三個月內 你突然 因為我從來沒爬過山 然後你這樣每次出去外景 都是八天七夜啊 五天四夜這樣子 去爬山 天亮就開始爬 你一直去使用它 然後導致於說它的 我的半月板又有去磨損到 然後我回來之後 整整休息了一年 我手上有一個比較特 也有趣的案例就是說 它本身是因為 有這個腳部的這個 靜脈曲張 那它因為長期便便的關係 就是蹲著上廁所 那其實各位知道 其實靜脈曲張 這代表這個血液 長期預計在下肢 回流不順 那它有一次在上廁所的時候 突然傳起來 那一樣也是被送到急診室 那後來有一個診斷是 肺靜脈的痠塞 我們剛剛講的是動脈系統 動脈系統就是 從我們心臟打到 全身打到腦就變成中風 打到心臟就是變成心肌梗塞 那我們講的是靜脈 靜脈是會回流 也是一樣回流到心臟 可是打出去是要打到肺 那所以要造成肺靜脈的痠塞 你意思說痠塞 可以在動脈也可以在靜脈 對 對 沒錯 對 所以在動脈系統的嚴重度 其實都很嚴重啦 只是說動脈就是 比較我們熟知的 像中風心肌梗塞這種 類似是動脈系統 那肺靜脈痠塞就是 一般來講是 因為它是從右心 那基本上就是打到肺 那打到肺造成肺部的阻塞 那打到肺就變成說 那肺部的血管被堵塞到 沒辦法跟氧氣好好的循環 比較沒有那個 會喘啊 有沒有像那個 所以其實動脈比較危險對不對 以危險性來講 立即的危險是 但是如果是大片像婦產科 有些那種羊水靜脈痠塞的 那個一下子很大片 那馬上就脫掉了 那是動脈痠嗎 都可能 它有可能全身性 我補充一點點 雖然陳醫師是心血管系統 其實我們的動靜脈設計不太一樣 動脈就是要輸出 送出好營養給別人 靜脈是回收系統 我們每個靜脈有一個buff 就是一個看管法 對 一個蠻雜 就是讓一些肺窩的小血酸 是可以被過濾掉的 當然深層的大靜脈有時候 它的開口比較大會管不住 或者你血酸太大 過程還是衝過去 可是還有第二道防護措施 叫做肺 我們肺是很多 所有的血液都會到 肺泡上面的一個小血管 小靜脈去換 所以那個地方是很小的 如果小一點 它就算塞 塞小部分 不太會致死 對 它就有好幾層過濾網 可是萬一你都衝破 這幾道過濾網的時候 其實事情都很大條 那我再問 有的很明顯腳會有靜脈曲張 這個很容易嗎 就會不會 因為看到這個 就可能它很容易靜脈會 一般來講 像可能各位工作 有時候老師 或是其實像我們 有時候我們做清掃館 所以我幫你們問 有時候你們看 這個人怎麼靜脈曲張這麼密 這個人可能靜脈的痠色 我一流就比較不好 那是用雷射可以把它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假設你不想要開刀 就是說我們的經驗會 穿彈性化 像我們長期要開刀 或做清掃 我們自己也會穿彈性化 或是做 可是它不會穿一輩子 怎麼辦 那就是在要工作的時候 那當然假設真的已經形成了 有時候你已經穿彈 那也沒辦法 那大概就是 有幾個方法 讓雷射方式 雷射 對 或是說你用 開刀 穿龍開刀的方式 那現在有一些心臟外科 其實有一些 比較新的方式 可以有一些 可以改善 對 如果剛剛講了很多上廁所 其實我們女生 每次到外面上廁所都很困擾 對不對 因為覺得好像不夠乾淨啊 什麼的 所以就很多女生 其實都是 站在馬桶上面上廁所 站在上面 對 就是不想要去碰到 那好危險 對 私密處不想要去碰到 幾乎都半蹲的 對 有時候半蹲 或是直接站在 這個我有一天就是 遇到一個病患 她是 她就是習慣站在馬桶 結果她那天 不知道那天為什麼 她在自己的家裡 也站在馬桶上 可能太習慣了 自己家幹嘛要站 然後那天就這樣子 結果她就 結果那個馬桶 因為其實馬桶不是拿來 承載所有的重量的 她其實也不是一個很胖的女生 結果那馬桶就整個裂開來 裂掉 而且你知道那個裂開來 它是整個人往下對不對 對 她的腿全部都是赤裸裸的給你割 她是大出血修科被送到醫院 然後最後還做了很多的重建 皮絆的手術 因為她的撕裂傷太大了 其實會髒到哪裡呢 就是反正回去洗澡就好了 為什麼 而且其實有統計 其實說她 你真的去碰了 感染 你感染 機會其實不大 真的嗎 就是你用水把它擦乾淨就好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用 這麼特技的姿勢 還有沒碰到半蹲的 坐上去的什麼 然後直接蹲上去的也有 順便蹲一下身蹲 我覺得我們辦不了這種事情 太辛苦了 那沒辦法啊 就怕髒啊 其實旁邊都有那個無障礙的把手 會扶著 對 可以 就是產障廁所才有啊 沒有 現在幾乎都會有 唉 外面上廁所就是一個很 所以大家維護乾淨啊 對不對 你維護乾淨 別人維護乾淨就不會有問題 肌膚好脆弱 錯誤的保養 當心臉爛光 空氣太髒 沒化妝 也要卸妝 第二個 隔離霜可以代替防曬 隔離霜不能取代防曬 我之前就誤以為隔離霜也有防曬的效果 結果它沒有SPF嘛 然後我就小時候這樣擦 結果還是黑鬼一個啊 因為它完全跟防曬是不一樣的 隔離霜是什麼 而且隔離霜是阻隔那個粉底液 可能滲入你毛細孔 像我們長時間這樣 可是你沒有用 你上了隔離霜 它是隔離化妝品 不是隔離眼光 對 它是隔離化妝品 不是來當防曬的 而且你上隔離霜 你還是要卸妝 因為那毛孔都會阻塞 那第一個呢 比如說呢 空氣太髒 沒有化妝要卸 我是基本上不管我去哪裡 包括我在家 我都一定會上一個防曬乳在臉上 所以我每天都卸妝 就算不化妝你也 對 我也一定會擦防曬 因為我連燈光都有紫外線 我如果沒有化妝就不卸妝 因為那個卸妝的油或是乳液 其實也都會進到那個傷皮膚啊 我們不用問男生 男生根本就不 沒有 如果出門的話 你回家其實你用濕紙巾這樣擦 其實臉濕紙巾上面真的都是黑的 都灰塵 真的是黑的 臉還是要洗 還是要洗 我們去專櫃的時候 他常常在介紹保養品的時候 都會跟你說 你有擦隔離霜的時候 有擦防曬的時候 就記得一定要卸妝再洗臉喔 所以一天的時候的話 可能就會你會卸妝然後再洗臉 所以你同時用兩次的清潔劑 才清潔您的皮膚 可是我們的皮膚的部分 其實就算髒了髒污 我們其實只需要用一層的清潔劑 去清潔的部分 其實就應該是OK的 所以你今天擦的是 防水性的防曬 有些防水性的防曬 因為它加了一個蠟質或是黏膠 所以有時候來說的話 不容易去除掉 它有特殊的部分的一些的卸妝產品 那對於皮膚敏感的人 如果你每天的部分來說的話 一直不斷地去使用清潔劑 就會變得越來越敏感 就像富貴手一樣 富貴手的一開始造成的部分 除了個人膚質以外 就是因為太常去使用清潔劑的部分 過度的清潔 不把你正常的保護層的部分去掉 所以就造成容易敏感的部分的問題 那另外來說的話 隔離霜的部分 可不可以取代防曬 為什麼我們要分為隔離霜 以及防曬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來說 希望我們確定這個東西 是可以真的達到它所謂的防曬系數 正在來說的話 可以組合所謂紫外線A光或是B光 隔離霜可以做 一般的部分 它就算有寫SPF 可是你怎麼知道 它寫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為了來說的話 要去防範這件事情的時候的話 我們的衛生管理局 它當然就會希望去 這個你要寫到防曬 我就要去做測試 測試在這樣的濃度之下的部分來說 塗到這樣的厚度 是不是真的可以組織到 這麼多的部分的紫外線 以及來說的話 達到這麼長的效果 這個是我們才會所謂的防曬 這個時候才可能會去讓你來說 化組織那個紫外線的一些的傷害 我們都會用酒精洗手 接觸病人前後 加上我們又會戴手套 用了酒精之後 那個酒精殘留在我們的手上 加上手套一套進去 完全悶住我們的皮膚 其實是很刺激 很容易就受傷 我們的皮膚都越來越粗糙 尤其像冬天啊 我們又更加強洗手 就是上班的時數比較長 很常見就會造成一些 濕疹的問題 原本都是一點小小的紅疹 但是加上酒精的刺激 越來越嚴重 都不會改善 然後冬天一乾燥 手都很容易就裂掉 像我同事他們就工作都很辛苦 就是下班之後都會很勤勞地 塗那個護手霜 不然就是因為酒精一直刺激 是就還蠻痛的 還有加上老年人啊 就是他們皮黏膜比較薄 就長期使用一些類固醇 就是凝血功能都不好 我們要幫它消毒 譬如說要打針 只是沾了酒精 清擦而已 它可能一層皮就會掉了 非常的誇張 超差 真的很嚴重 我們現在怕老年會這樣 所以平常要做什麼保養 平常的時候的話 像我們的視覺通常會比較乾燥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沒有接觸到那麼多的髒污 洗草的時候其實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使用很厲害的什麼肥皂啊 木魚乳的部分 有時候就清水沖一沖 然後另外來說 畫在晚上的時候 至少晚上 一定要燒得差點滋潤的乳液或乳霜 對 這樣子就會正常給它一個保護層 可能也比較不會 在晚上的時候就開始發揚起來 尤其現在秋冬快到的時候 的話我們就常常會有那種 冬季消耗症的患者出來 每次都只是拿藥 那個通常是不會好的 不過其實在皮膚的照護裡面 最重要的是 減少傷害 第二個是 老人家修復能力真的是比較差 減少傷害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人都說我們婦產科醫師的皮膚 是非常的好 那其實主要是因為 我們平常沒事也是做 那個羊水噴一噴會洗洗臉 這個笑話是我今天中午跟那個 那個 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 一個很資深的前輩 他在講給我們今天的笑話 因為我們常常被羊水噴到是真的 但最重要婦產科醫師 皮膚很好是因為 它不太會曬到太陽 所以在皮膚的老化裡面 光害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常出門的時候 太陽沒出來回家只剩月亮 對 那所以這個光害是多麼重要 我每次都舉網路一個笑話 有個記者去採訪一個 看起來像春菇 這身材窈窕的 就是四十幾歲 她以為她六幾歲 她正在採茶 說這位小姐 為什麼你可以保養這麼好的身材 然後就問了一堆 她就告訴她有哪些保養 她平常就做怎麼樣簡單的保養 結果一問 請問您幾歲 身材以為是二十幾歲 的確是二十幾 但她皮膚像四十幾 其實她做的方法都是 因為沒有做好的一個防曬 那工作上的一個傷害 所以防曬 我個人覺得 在減少光害這部分 其實是非常重要 婦產科一個更重要的 它還是跟荷爾蒙有點效應 我們曾經在一些 如果有做荷爾蒙補充的人 她平常這樣曬太陽還好 自從加了荷爾蒙補充 也許是更年期 也許是避孕藥等 它曬太陽就比較容易有 色素或者沉澱 這還是一個荷爾蒙的效應 所以這個還是必須要靠一些東西 來支撐我們 對 因為我們會消耗 像這個就鼓勵大家要補 因為你是消耗 對 那百中怎麼維持你的皮膚這麼好 其實像剛剛陳醫師講的 我們現在人在這個生活環境裡頭 就會有紫外線 因為現在紫外線越來越強 越來越傷害越來大 還有空氣髒 還有一個空氣污染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 然後因為我們自己的這個 皮膚的保護力下降之後 你會發現有時候 你擦各式各樣的保養品 反而這個效果是有限的 然後大家都會想說 那我擦一般市面的保養品沒有用 那我可能就是尋求 醫美等級的保養品 可是其實你現在上網看 大家其實在討論的是 又在超越醫美等級 所謂的生技等級了 就聽起來好像有點科幻的感覺 就是生技等級了 超級喔 其實未來的 就是這個趨勢啦 對 所以我最近都在擦這一罐 它就是所謂的生技等級的 這一罐叫做 其實它是由我們在台灣 大家應該都會非常聽過的 有一個期待寫的 幹細胞 上市櫃的公司所研發出來的 大家聽到幹細胞 就知道一定是 自我細胞再生修復的功能 所以它的邏輯就很簡單就是 我不用靠吃喝茶的膠原蛋白補充 很不一樣 然後你會發現其實之前 我們最常的困擾可能就是嘴邊肉 對 所以我們在擦的時候 我們也會透過一些按摩 一些手的手法 把它往上拉提 其實這就是我們現代人 就需要的就是比較屬於科技方面的產品 因為它不含防腐劑 所以它就用這種安平的這種小瓶的概念 把兩雙劑型的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再把它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一起用了 那你看因為其實它沒有添加其他的東西 所以你看它的質地非常的細 然後呢直接幾下推開來 馬上你就會發現你的肌膚呢 感覺完全不一樣 然後看一下 而且你知道它不含防腐劑 所以大家都可以很安心的使用 那個來說的話的話 我想應該它是含有最近最流行的一個明星的部分的成分 那個成分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時候它的名字比較長 就是來自於細胞分泌的復活因子 那簡單來說它的英文叫Cytochine 我們可以來說簡單講 就是它這個一個細胞因子 那細胞因子一開始應用的時候 其實是在很困難治療那些糖尿病患者 或是燒燙傷的病人身上 因為它傷口愈合很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有需要一些特殊的養分 去刺激這個細胞的活化 以及來說的話去調節免疫 去降低一些發炎 所以後來的時候說 應用在這個方面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科技的部分非常發達 可是偏偏來說的話 這些的科技也可能造成我們的外在的部分 紫外線越來越強 空氣污染越來越厲害 所以很多人來說的話 提早老化的部分速度都會很快 那所以是不是來說的話 我們就需要有一個能夠很細小的分子 能夠吸收到皮膚的深層 去刺激這個細胞的活化 來刺激我們的膠原蛋白的部分 能夠重新緊緻的部分起來 減少我們的皮膚來說的話 老化的情形 那比較特別的部分來說的話 因為發覺它一開始是屬於 動筋肝粉的成分 為什麼 因為腮頭卡癌的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細胞因子 它其實不容易保存 那如果它接觸到過多的 防腐劑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它活性就不在了 所以這個時候 它必須來說 要使用之前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 直接把它的那個 動粉的部分的化化 加入它的精華液 所以它會看起來 感覺起來就水水的 為什麼水水 因為它不能加太多 什麼增酬劑 或是它 它是很原材的 這樣子來說的話 你才可以很迅速的部分 吸收到底層 所以當你迅速吸收到底層的時候的話 你才可以去吸收 這個細胞的部分的活化 來刺激膠原蛋白 來預防老化 那同時因為我們不然 不是說紫外線的部分很強 我們當然要做好防曬 可是來說的話 我們大概再怎麼阻絕 紫外線也沒有辦法 完全阻絕掉 為什麼它可能只能夠防止 大概99%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 光環可能還是會慢慢 累積在裡面 最重要的另外一點的部分是 它同時另外一個角色 也是在這裡 所以的話 當我們要抗老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 刺激膠原蛋白這一塊身上 也可能包括來說的話 抑制的發炎 所以當然它的部分 由於它水水 你可能要加上一些的乳液 或是一些的面膜的部分 加強它的使用 增加它的潤澤度 可是我們差會感覺說 一下就吸收又變乾了 其實老實說 吸進去的 吸收的部分 它是刺激膠原蛋白 它如果真的來說的話 要能夠針對抗老 它吸收的很快 對 那剛剛瓜哥還有提到 就是說 它是保濕嗎 其實它保濕還有另外一個 我喜歡搭配使用 就是用完這瓶之後 我再加這一個 這玫瑰基因的 所謂的保濕 它這個裡面呢 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就在晚上睡覺前 擦完保養品之後 我們就在上面擦一層 我們就可以去睡覺 其實就好像我們在睡美容膠 其實你看現在晚上 大家都習慣開空調或冷氣 對 其實到第二天早上 肌膚真的非常的乾 乾燥 所以我們擦這一層之後 它可以鎖水 讓我們的肌膚能夠保持 我們的水分在我們的肌膚裡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的肌膚呢 非常的水嫩 補充像這裡面有玻尿酸 體育的部分才比較好 然後最重要它還有 所以其實它對於保水度是非常高的 不過今天談了那麼多 我們身體上面 很多脆弱的一些姿勢跟部位 其實我們要常常講 起床也不能太快 對 甚至於轉頭也不能太快 對 我們要學習慢活 像剛剛那個轉頭 如果稍微輕輕慢慢轉 就不會有這問題 對啊 來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雞少症分為原發性和自發性 原發性就是找不到病因 有可能是因為老化引起的 自發性的話 就是營養不良 長期臥床 行動不便 或是癌症等等 長輩一旦要是得到了雞少症 肌肉就會快速的流失 影響到日常生活的功能 如果平常沒有補充維生素D的話 又不常曬太陽 就有可能會讓身體的維生素D 下降而造成肌小症 此時會建議多做運動之外呢 也希望可以補充充足的維生素D 簡單一點的話呢 就是正午出去外面曬太陽 10到15分鐘 然後再做個體操 就可以減少肌小症的機率喔 便秘是現代人常見的問題 常常會因為飲食、運動、藥物 或是一些情緒、壓力或是懷孕 導致我們的腸胃蠕動變差 變成一個便秘的狀況 這時候可以喝一點黑澡水 因為黑澡水不含膳食纖維 它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或者可以吃一些黑澡 那黑澡裡面含有鈣、鐵跟一些甲等維生素 那對於像一些骨質疏鬆 或者是貧血的病人 其實有很好的一個調理效果 那對於病後體虛的病人 也可以吃一些黑澡作為改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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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